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马上就要背着书包出门了 跟平日里一样爬山涉水 攀高走低 去往十四公里以外的中学黑巴伊拉布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走走停停之间 很快就会迎来重点 学校的铃声依稀可闻 路上同行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所有人都在加紧步伐 因为早读课就要迟到了 这个满脸白须虎的老爷爷 名叫杜尔齐卡米 他并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十年级学生 老人的求学之路开始于数年以前 当时他的老伴离世 六个子女又早已各自成家 思来想去 从未上过学受过教育的杜尔齐 决定背上书包走进校门 从小学开始 他先花了几年时间 完成了五年级的课程 随后又受邀进入 黑巴伊拉布中学进行深造 今年已经到了老爷爷的高中毕业季 曾经目不识丁的深山农夫 一转眼就快要成为一名 熟练使用计算机的 合格高中生了 很多与杜尔齐年龄相仿的老友 都对他坚持不懈的求学行为 感到非常的不济 但这位固执的老顽童 似乎非常享受 也非常适应校园生活 他与男女同学都能打成一片 并且学习成绩也不差 多尔齐说 他要把书继续念下去 因为在校园里 可以让人忘记年龄 忘记悲伤 忘记所有的烦恼 表达 中文字体重新质 也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